我听过一个真的故事 有一个人 他儿子跟地下钱庄借钱 结果招落 后来地下钱庄就一直来逼 一直来逼 不然要放火烧房子 老人家都快神经病了 结果后来没办法了 真的没办法 房子卖了 四百多万 就替他儿子还 想说因为流氓又来了 就只好给他 自己没办法 结果不睡觉 也睡不着 念药师佛 念不到天亮 那两个起摩托车 流氓又回来 他想说还有什么事 今晚离了 你到佛多久 那边走 你到佛无边 那边走 这是真的 念佛的力量 药师佛 所以一个人 就是因为太相信自己 所以佛就没力了 我们修行要全然的皈依 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 阿弥陀佛也好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 药师佛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要多看感应路 多看几遍 多看几种 不然你的信心有时候不这么强 那再好的佛的力量 你没信心就不好了 所以各位要有真实的信心 我们对药师佛有信心 有真实有药 帮助所有现实病苦者 灾难者 只能用这种方法 一定要有信心 三恶道众生也必定离苦